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人们吃得越来越好了,导致很多不贵病产生,所以现在人们对于粗粮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,知道吃些粗粮对身体是有好处的,但是,那些食物算是粗粮呢,每周至少吃三次粗粮。 专家认为,吃些粗粮可以使你的肠胃更健康,食欲更强,无话说,无果养,意思是粗细粮均有丰富的营养,单配吃对健康有利。 我们知道不同品种的粮食,营养价值也不尽相同,燕麦富含蛋白质,小米富含色胺酸,胡萝卜素,豆类富含油质蛋白,高粱和脂肪酸膏,还有丰富的铁,储类含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。 同时众多粗粮还具有药性,如,玉米被承认了是世界上的黄金作物,它的纤维素要比精米,精面粉高速的失败,而纤维素和加速常不如豆,可排除大肠癌的因子,降低板固醇吸收,预防关心病,新鲜的操拟比精米对健康更为有利。 因粮食加工得预精,维生素,大白质,纤维素损失愈多,处粮中的萨石仙们,虽然然不能被人体消化利用,但能通常化气,清理废物,促进食物残杂紧走排出体外,更将取出我们每周至少吃三次处粮,那样才更有助于健康,哪些粮食算处粮? 一般人对粮粮的认识还不多,那么,我们就向大家介绍几种主要的粮粮,高粱类玉米黑窝窝头,大饼子,拖贴,打煎饼,玉米粥,小米粥,高粱米粥,黑米粥,玉米面面条,玉米面糊,野菜类山婆婆丁,叶枝旭菜,山野黄瓜香,山刺那牙,山水萝卜,野水青的各自其野菜,其山野结构,各种野菜感, 蘑菇类蘑菇的品种很多,山野有香菇,瓶菇,兰花菇等,粮粮稀持尤其是与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儿童和体弱多病的老人,常吃粮粮可减肥,粮粮还有减肥之功效,就如玉米,玉米中含含有大量酶,酶可加强肠地蠕动,促进肌体肺物的排泄,对于减肥非常有利,玉米成熟时的化碎玉米是有力量作用,也对减肥有利, 我们可以把玉米煮汤当茶饮,也可以把玉米制作成玉米糕,玉米丁等,蓬化后的玉米花体积很大,时候可消除人的饥饿感,但时候含热量非常低,是减肥的绿色食品,再如番薯,去研究测定,每百克番薯含热量的127千卡,粗纤纹, 0.5克,脂肪0.2克,碳水化合物29.5克,令含无济盐和维生素等物质,番薯含热量仅为馒头的一半,番薯可带粮冲击,番薯为偏碱性食物,时候可抑制皮下脂肪的增长与堆积,此外,番薯还有利于排便,有利于减肥,番薯既可生食,又可蒸,煮,烤等适用, 在烹制之前,将番薯切换用盐水泡12个小时在煮火烤,和减少时候的饭酸及腹部胀气和排气等物质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